大家好 我是欧老师 今天要讲解的是日本ZNEC减定流程 台湾现在也有这样子相同的考试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哦 首先从第一阶段消毒取舍开始 消毒双手 首先是手心 手背 指缝 指尖 然后棉花要翻面 一样 手心 手背 指缝 指尖 并且必须要有酒精的油量感 先消毒自己 再消毒另外一位模特儿 拿起另外一张棉花的时候呢 记得酒精的量要充分 要足够 首先酒精量要充分 依序从手背 手心 指缝 指尖 只要有做到这四个地方 就可以算是有完成消毒并且得分哦 注意棉花要翻面 再来一次 手背 手心 指缝 指尖 依照这样子 即可算是消毒完成 接下来是曲色动作 曲色动作需要准备一个适当的棉花球 要比较大颗 然后使用按敷的方式 左右搓揉 从子线慢慢地擦拭掉 并且把棉花折起来 好像折一幅样 折成两半 一双手大约四颗棉花球 一颗棉花球约两只或两只半 即要丢掉棉花球 注意棉花球上面 还有操作者的手上 是不可以沾油 涂色 指甲油 才算是过关 让我们再看一次 取出适当的棉花大小 还有适当的去光水 依序按敷的方式 左右并从指尖 慢慢地轻轻地带掉 记住哦 模特儿的手上 必须要用顺势的方式 考生本身自己手上不可以沾油 指甲油 这一点要特别地注意 大概一双手 约四到五颗棉花 就必须要去丢掉了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样子 依照这样子的方式 顺势的去色了之后呢 我们等等就需要用举木棒做擦拭的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拿起我们的橘木棒 沾上了棉花 橘木棒需包成棉花木棒的概念 然后卷起 像这样子 卷成一个棉花木棒之后 橘木棒卷成棉花木棒之后 沾去光水 将多余的去光水清洁掉以后 平放清除我们纸面上多余残留的指甲油 像这样子的方式 棉花木棒切勿力气 BJ degree 像这样子的浦缺 把锯片接测开 放清水清洁装 好 máquinas 这也得冷了 很快 ? 是吗 ? 清得 消毒去色的时间 总共是十分钟 就必须停止 当我们的棉花棒 已经沾了太多的指甲油的时候 我们就要换另外一个棉花 相同的方式去做清洁 这个时候我们的棉花呢 是要用卫生纸去除掉的 副甲的部分是必须要这样子的方式清洁 将我们的棉花木棒放在副甲下 然后做副甲下的清除 所以如果你在去除棉花球上面太多的去光水 就很容易将指甲油移到副甲下哟 以上就是我们去色的动作